在美国大选的进程中 有一个超级星期二至关重要 而2024年大选的超级星期二 则在3月5日落下帷幕 之所以称为超级星期二 是因为当天参选人数获得的票数 比初选期间任何其他单日都要多 这对所有参选人来说 都是刺激且危险的一天 昨日作为选举年 举行党内初选或党团会议最多州的一天 共有15个州举行了党内竞选 而民主共和两党最热门的候选人 现任总统拜登与前任总统特朗普 可以说是有惊无险的 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将两人最终会失决赛的概率 提升到了无限大 拜登在弗吉尼亚 德克萨斯 明尼苏达和克罗拉多等 举行民主党党内初选 或党团会议的15个州中获胜 只输掉了美国海外领土 美属萨摩亚群岛的党团会议提名选举 拜登在民主党的党内竞选中 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 这对现任总统来说几乎是典型的情况 他展望11月的选举 并警告称 特朗普的再一任期将意味着 一个由混乱分裂和黑暗定义的时期 反观特朗普则取得了14场胜利 尤其是在爱荷华州 新罕布什尔州 南卡罗兰纳州 北卡罗兰纳州 维吉尼亚州和加州这六个州 大多数共和党初选选民表示 即使特朗普被判有罪 他们也认为他适合担任总统 在这些州中 大多数共和党选民都不愿意承认 拜登总统在2020年大选中 获胜的合法性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这六个州段 每个州中 大多数选民选择经济和移民 作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而不是外交政策或堕胎 大多数人从新罕布什尔州的55%到加州的近70% 都赞同特朗普的强硬移民立场 称美国的大多数无证移民应该被驱逐出境 而不是被提供申请合法身份的机会 这标志着过去八年以来的转变 当时新罕布什尔州南卡罗兰纳州 维基尼亚州和北卡罗兰纳州的大多数 共和党初选选民 还都赞成为在美国工作的无证移民 提供获得合法身份的机会 目前拜登与特朗普这对多年来的对手 可以说是彼此剑拔弩张 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今天全国数百万选民发出了他们的声音 表明他们已经准备好反击特朗普 让国家倒退的极端计划 而与此同时 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对支持者发表讲话之说 过去三年来美国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他批评了拜登对经济和移民的处理方式 拜登在这份声明中称 特朗普由不满和欺诈驱使 关注点在自身的复仇 而不是美国人民 他决心毁掉我们的民主 剥夺基本的自由 和女性为自身的健康做决定的能力 他会为富人通过数十亿美元的减税 为了为自己赢得权利 他不惜做任何的事情 说任何的话 而一向高调的特朗普 则在佛州海湖庄园的庆祝派对上发表讲话 特朗普直言拜登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差的总统 他抨击南部边境的移民危机称 我们国家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特朗普还说 他正在努力团结美国 团结共和党 我们共和党非常棒 有很多人才 我们希望团结也将会团结 这很快都会实现 他还批评拜登政府称 现在我们的国家非常分裂 他还说 现在我们的国家被当成了笑话 除此之外 特朗普则初选对手海利也发表了一份声明 称有很多共和党选民 对特朗普的提名有深切的忧虑 只是宣称我们很团结 这样是无法实现团结的 初选中还有很多共和党选民对唐纳德特朗普 表示了深切的忧虑 这不是我们党为了赢得胜利所需要的团结 应对那些选民 关切会让共和党和美国变得更好 3月6号上午 共和党参选人 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 再除弗摩特州以外的所有州都失利 随即正式宣布结束总统选举 那么接下来 拿下超级星期二的拜登与特朗普 还要面临怎样的挑战呢 首先就是拜登的抗议票 拜登任内伴随着高通胀 以及一系列国内政策导致的低支持率 此外 他在乌克兰危机 巴以冲突等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也颇受争议 在2月27号晚结束的密歇根州初选投票中 拜登击败党内竞争对手 拜密歇根州超过10万民主党选民 在选票上勾选不做承诺的选项 既选民只表达党派倾向 但不支持某个具体候选人 也被美国媒体称为抗议票 除此之外 拜登的年龄也是令支持者犹豫的因素 明天 他将依照惯例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 相信他会利用此机会 凸显他上任以来的成绩 从而为自己迎来更多的支持者 而特朗普则要麻烦的多 他目前面临两道关卡 刑事诉讼和竞选资金 他深陷四起刑事诉讼 合计受到91项罪名指控 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受到刑事起诉的前总统 特朗普否认全部指控 声称这些起诉带有政治动机 分析人士认为 这些诉讼确实可能削弱他的胜选几率 选民对特朗普受刑诉的看法撕裂 有人认为他是民主党 旨在摧毁特朗普的协同行动 也有人质疑 一个两次遭国会众议院弹劾 面临一系列起诉的人 竟然还能留在总统竞选角逐中 无论选民看法如何 这些审判对特朗普而言 势必分散他相当程度的经历 且随着事态演变 也可能最终影响选民 在11月5号大选投票日的决定 最后就是两位互联人 都要力争的独立选民 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 2023年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 超过四成美国人自称独立选民 所以想要获得 美国总统选举的胜利 独立选民的支持至关重要 由此来看美国大选的好戏 可以说是刚刚开始上演 接下来的剧情走势 主角配角都无法精准地预测 我们只能静观其变 做等事态的发展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